好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膝關節 膝關節是有人這個用網路詐騙 要騙他錢 叫他投資 那個情形是怎樣 剛剛律師有提到說 可能大家資訊量接觸比較多 所以相對被騙的機率比較少 但我以前也有被騙過一次 我朋友以前在用買卡 就是那個點數的 因為我那個最 我幾乎是最早的那個前緣的案例 剛好我那個朋友 他的MSN章被害 被害了之後 剛好我知道他就是一個很害羞 比較文靜的人 他就跟我講說什麼 要請他 請我幫他買點數 他在山上不方便買 那我想說你是我好朋友 然後他又瞭解我們過去對話 所以我這樣不宜有他 所以我當初這樣買壞 兩萬多塊的點數給他 超荒謬的 但你剛剛鄭大哥提到說 那個 兩萬 那時候你結婚了嗎 還沒 對 如果現在結婚了兩萬多塊 太太會知道嗎 這種這麼這麼鳥的事情 應該讓他知道 我跟你講這就是人類的心理 被騙的都不敢講 對 然後現在 我覺得剛剛那個刑警有提到說 會很多詐騙的介面 像我知道其實現在比較多的 比較高級一點的手法 他可能會從link in裡面 然後去加link in 那個企業的那個社交平台 link in 然後去加領之後呢 他們就會來虛漢問暖 那我們想說這些一定都有可能是詐騙的 然後我遇到這個是蠻奇妙的 他就很認真來跟你分享一些投資 做什麼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跟著某一個老師賣某個港股 我想說我台股就不一定會買 我還買到港股去 他就會報說某幾支港股 然後他甚至會告訴你很清楚的成本區間 還有幾 做這張股票持有幾天 目標價是多少 我想說你們都可以這樣炒 那其實老師說港股確實交易量相對少很多 要小的盤容易被炒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想說 沒告訴你你不買 我沒有 因為港股五年前三萬三千八百點 現在剩下一萬五千點 台股當時一萬一千點五年前 現在一萬八千多點 對 那反正我就聽他講嘛 好 你講 當我去看 他有的還真的有被他拉動 後來呢 我得知這樣子的一個詐騙的手法 他其實不算完全詐騙 他想要透過他去找到這麼多人 看看有沒有其中是 願意是個大戶去幫忙拉股價 然後我確實有一張美股 他有講了一個代號 我想說天啊 這交易量這麼少 你們怎麼會想來買這個案子 然後我就聽他講 聽他報他這張股票的代號跟成本 講完之後還真的有暴力拉升 然後群組裡面就開始講說 有人在成立這種LINE的群組去拉錢 我想說那就看誰是當最後一個盤子 你如果前期重新去的 我發現真的有賺到 而且可能是賺到十倍 好 其實要買美股就很簡單 其實像那個嘉信 這個在臺灣 所以你不要上當 對 這樣 那這個高刑警 你曾經被親人詐騙 這有死人 我有 我有一個外甥 就是唐姐的小孩 那因為他們在一家慶叉申前契約公司 這間去的時候也倒了 現在看冠西也打輸了 有一天 因為我不知道他在那個 申前契約公司上班 那他就跟我講阿姨阿姨 我們裡面好多你的粉絲喔 你來我們辦公室演講好不好 那個演講費我們再給你 我自己賺錢不用演講費啦 我就你安排時間我去啦 好幾百個人喔 那我是排十一點演講 你來演講 我們演講費是 送兩個 我要排十一點演講一個小時嘛 五十分鐘嘛 他說阿姨你可不可以早點來 我們有個人想跟你聊天啊 想要跟你合照 阿姨十點就去了 十點去的時候 他們十點十五分鐘 阿姨我們裡面有個活動 你先進來做一下 幫我們湊湊人數 阿姨聽 聽一聽 他賣那個零骨塔 跟他申前契約 他說阿姨 阿姨阿姨你會死 那個 阿姨阿姨就不用 弟弟跟妹妹帶你放下這個 這病毒罐綜藝衫都會把你放下 我聽得很晦氣 氣氛很壞的啦 氣氛很壞 一個單位多少 一個單位多少這樣 我就免為其難 就信用卡抽出來 你給他錄一下 錄一下的時候自己的外甥 幫忙也沒什麼嘛 沒有跟他拿演講費 沒有演講費沒 然後又跟他買了零骨塔 不是零骨塔 所以買生前契約 對 都回到 回去啦 那天回去之後過了一個禮拜 至十天 怎麼有一個包裹 嚇到我們 早上九點鐘就嚇一包裹來 我說怎麼想這麼好呢 想嚇一包裹給我 我包裹一趴火用一個骨頭 骨灰用 早上就在上搜骨灰用 我很生氣 我說 我卡住我就跟媽媽 你怎麼早上九點鐘 把骨灰用一個骨灰用來 他說骨灰用可以來刺金皮 然後我就做鋪滿 很生氣 覺得很賣又很會氣 他說內政部有規定 我們那個有簽的約 那個貨物要到家裡簽收 說你趕快把我幫你拿回去 好我簽那條給你 但是你簽生前契約 我不知道會叫骨灰用來 對啊 所以我不說生前契約就是骨灰用 因為他有一個位置嘛 對 結果他現在倒了嘛 那都空的嘛 秤叉 要一個多少 叉圓嘛 二十七萬塊 你怎麼就這樣說了 你兩句都跟人家說出來 秤圓就秤圓 你不夠 現在又打官司又打輸 那天我卡電給他說 骨灰用的 有啊有啊 現在放在槍口 你不然我來拿給你 我批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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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 那多少啊 一個人二十七萬塊啊 二十七萬塊 對啊 一個單位就是六萬啊 對啊 他算單位嘛 對 四五萬五六萬這樣 你已經叫了 我急了是擦腳 那天就擦腦擦到手 擦擦擦擦 我就說 我沒有發現說 他這居然是一個詐騙的 我自己都一直覺得說 你是好心好意 叫我請我去演講 怎麼演講到 他我被你詐騙了 那我就覺得說 算了自己還 那個唐茄的孩子 算了算了不跟你技巧 就是因為我又跟他講說 骨灰用 現在大家都知道 你已經沒生前契約了 你再騙一遍了嗎 沒有啦 很多人會再來吹你 對 所以我沒有吹 我現在不吹了 我賺錢 他看有一點吹 這是一個小經驗 所以很多直銷傳銷的 你不懂不要去碰 因為你要貪那個人家的錢 人家貪你口袋裡的錢 你也都找親人 一定是找親人的 你不知道 我找崔芬老師他怎麼會瞄我 你都不理你 但是如果他姐姐妹妹找就會了 親人還好 如果是不認識就是詐騙集團的 剛剛我提到那個 我手上有一個案例 也是這個感情詐騙的 剛剛提到說因為投資 我因為要跟男朋友見面 投資一百五 但是有些他們只要上鉤以後 他們會把你分類 第一個VIP級的錢很多 就是跟你挖錢 不斷說我爸媽 我爸爸得癌症 什麼什麼一直跟你騙錢 另外一個跟你發 跟你聊天 也會發現沒錢 沒錢沒關係 你還有最後一個本領 可以被我炸乾 不好意思 那你有沒有帳戶借我 那些詐騙集團會說 去利用那個女生說 你要討好我的話 我要投資一個東西 我需要一個帳戶 他連帳戶都把他借過去 有些女生就因為為了要 討好男生的歡心 把帳號密碼全部出去了 那更慘 他已經不是被害人 他是共犯 慘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檢查來查的時候 會抓去關的 那個詐騙集團把你 摳進來以後分門別的 你當被害人 我算是還算是慶幸 沒有當被害人 把帳戶提供給他 甚至幫他去領一些錢的 那個變共犯 將來要進去關 你就知道這些 詐騙集團把人害得多慘 是 那裕豐 你說這個 有現在有AI 更容易騙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你在過去 像剛才一個 膝關節大哥 講那個MSN 或是我們那個LINE 有沒有 或是現在臉書的Message 你就看到訊息 你看到訊息的時候 你還會懷疑 但是現在AI 可以讓你聽聲音 可以跟你對話 然後現在除了聲音之外 有沒有 他跟FaceTime的 跟你這些這個視訊都可以 然後有一對老父母 就是小孩在外地打工 就這樣子 視訊 第一次說什麼撞到人 然後現在對方很嚴重 然後要告我 所以你要趕快匯錢過來 我不趕快處理的話 治療機 你如果不處理後面要出事 然後六百萬 然後陸陸續續幾百萬 就這樣子 老父母被騙了兩千萬 然後從頭到尾 他們也沒想到說 要不要主動打電話去 找他兒子 都是這個兒子打來 可是到最後去報警的時候 才發現說根本一切都是假的 因為你現在AI 你的生成技術太多了 你看我們常上電視 然後呢 或者是一般人也會把一些 你生活上面的一些 出去玩的影片 PO在臉書上面 那個真的好像真的 對 然後呢 聲音 還有你的外表 現在中文 英文都可以夾雜 然後你說 對 然後如果你有 很大量的資料資料之外 你那些網站都是免費的 你丟進去之後啊 你以前有講過這個話 你套一套 你在講什麼都跟真的一樣 所以接下來我就不太想講話 你們是一講 AI把你生成 這一集是真的來賓嗎 應該是 我是真的 今天不知道主持人 不知道來賓都AI的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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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